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共金融领域正在极力消除风险 中美贸易战又引发中国股市动荡 而据中共内部爆料称 央行日前出台文件和两会争权 即原来的三会、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 后两者现已合并 分析指中共体制顾及难除 中共也无出路 与此同时中国A股恐慌情绪爆发 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严峻 习近平面对内忧外患、前途莫测 24日海外独立媒体新唐人街道爆料称 有中共银保监会发展改革部人士透露 中共央行4月底起草制定 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与两会、证监会和银保监会抢夺监管权 爆料人士提供了该指导意见的全文影印本 爆料者解释称 根据指导意见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央行牵头热定 并具体规定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标准 评估流程 而此项权力之前分散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以及证监会 消息指指导意见最重要的第八条所规定的参评机构范围 意味着央行有权将任何参评机构认定为系统重要性机构 如果指导意见得以实施 留给银保监会、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将所剩无几 权力极大缩水 因此该文件的实质并不是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而是央行直接抢夺两会的微观先管权力 进而将两会强行置于自己麾下 根据指导意见 央行不仅有权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及信息 还可以直接对金融机构开展现场检查 约谈高管 要求公司调整业务 甚至对公司进行拆分 此外 央行还有权责两会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特定监管措施 若两会不落实 设在央行的金融委办公室 还将对两会官员进行监管问责 上述这些权力不仅极大强化了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更直接插手为官监管领域凌驾于两会之上 消息还称 由于目前正在处置的安邦集团 明天系公司等各事项均极为敏感 央行此时成为半路杀出的成咬金 引发两会官员的极大不满 指导意见第29条和第30条 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发生重大风险时 首先应使用自由资金开展自救 仍不能化解风险的 在由行业保障基金提供支持 并且决定是否动用保障基金的权利在央行而非两会 爆料引述银保监会发改部人士时 双方都在指责对方 央行部分领导对银保监会一次性使用 选行业缴纳的保险基金中的52% 据支援安邦一家公司甚为不满 认为银保监会部分官员在不惜一切代价 排除其他金融监管势力 博最高当局的欢心 而在两会官员眼中 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的一堂糟 会是酿灾 战事爆雷 只会不停放水 现在竟然还将权力支手 深向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领域 简直填不支持 最后 该银保监会发改部人士 还透露另外一条消息 银保监会法规部人员 不会划归央行 而发改部将即有可能划归央行 目前 根据北京当局的部署 各部门正在进行机构改革 其中金融机构的改革 被指示在习近平经济智囊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领导之下进行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 应该是机构改革的一部分 只是目前无法判断 指导意见的规划 到底是出自刘鹤的总体布局 还是央行及机争权 有分析人士表示 现任银保监会主席是郭树清 证监会主席是刘世瑜 后者在2016年年初的股市动荡中 临危受命 接替员证监会主席孝刚 当属席禁品嫡系人马 而新任央行行长易刚则背景复杂 曾长期担任原行长周小川的副手 而周小川被指帮江泽民 看守前代字多年 不过 也有海外消息称 易刚升任行长是出自刘鹤的举荐 易刚4月曾出持华盛顿 邀请美方团队赴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因此也被认为是刘鹤团队成员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该指导意见中权力变更引发的不满 不论是出自于派系背景 亦或仅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权斗 都凸显了中共体制的顾及难销 他表示 中共金融领域危机重重 多家金融巨头遭整顿 消除金融风险已经被习近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当前 更加引发大陆金融动荡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 中共官员内部仍然无法协调 共渡难关 竟然还在为自身权势和利益互相攻击内斗 足见中共体制的溃烂不堪 6月19日 大陆A股遭遇重挫 引发恐慌 当日 中共官方就股市下跌密集表态 有评论指 这种密集表态罕见 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严峻 三大股指全面下跌 股指跌3.78% 收创2016年6月以来新低 盘中近千股跌停 陆媒报道 美中贸易战对股市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 股市承压遭到掏售 据路透社6月19日报道 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美联储加息 国内经济增长乏力 市场资金持续紧张等多重利空的重压下 19日中国A股恐慌情剧爆发 报道称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宣布 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采取对等的关税措施予以回应 川普6月18日宣布 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令中美间的贸易战升级 开源证券分析师杨海认为 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国内经济前景不乐观 导致投资者对后市走势担忧加重 报道称 随着股指跌破3000点整数关口 市场开始出现恐慌性抛售 另外如果市场按目前情况发展下去 股票质押融资盘将陆续清仓 或将为大盘带来新的压力 市场出现恶性循环 市场内外就是呼声在起 而中共央行公开市场19日亿万月内 第二次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规模2000亿元人民币 加上同时进行的10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当日镜头放达2500亿元 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外部环境取向恶化 令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央行此时加码中期借贷投放维稳意味较为盟后 在A股19日遭重挫 市场情绪恐慌的情况下 当日中共就股市密集表态 证券日报头版发表题为 我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大幅下跌的评论文章 中共央行行长易纲也公开表态 为19日股市下跌寻找理由 中共官媒新华社也发表文章 做出类似表态 对于中共就股市如此密集的表态 时政评论员李林毅表示 股市大跌 中共着急了 被迫表态 中共这种密集表态的架势 很少出现 印象中只有股灾是后有 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真的很严峻了 路透社报道说 6月20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在美国参院财经委员会听证会上 劫持了美国让北京痛苦的原因 他说 要使北京放弃关税障碍 尊重美国知识财产就必须增加压力 罗斯表示 美国过去在知识产权方面 曾与中国进行过多年的谈判 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川普总统认为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也同意 倘若我们不让中方感到继续这样干下去会有痛苦 那么我们就不能成功阻止他们 川普总统18日宣布 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 若中国再次实施报复 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 中共商务部发声明回应 美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后 又变本加力制定巨额征税清单 对这种急切施压的做法 中方将做出强有力反制 美国之音20日报道说 罗斯在听政会上说 我认为中国跟我们一样都不想打贸易战 总统的总体观点是 贸易战再多年前就已经输掉了 现在是试图解决令人不满意的结果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 美中历经多次谈判 中方没有诚意改变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承诺机构改革也一直拖延 中共则在时间差中 持续以各种方式获得美国的核心科技 削弱美国经济的未来 这促使川普总统决定 立即采取关税等行动施加压力 川普之前接受访问时也提到 中国可能会对贸易议题有点心烦意乱 因为我们将在贸易方面下重手 未来几周 你们将会看到 他们了解我们的做法 川普政府预计在6月30日 将继续公布新措施 限制中共对美国科技行业投资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川普似乎在进行一场豪赌 压住此次征税将迫使中共投降 川普政府官员有信心 因中国需要20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市场 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市场 因此中共将在贸易战中输得更惨 中共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这么多年来 中共靠着对贸易顺差发展经济 让很多国家国际收支不平衡 中共还大肆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 窃取对方的智慧财产 甚至渗透西方国家的政界 引起美国 德国及欧盟等国的警醒 川普一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惜打贸易战反制中共 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让中共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希望能改变中共 让其放弃共产主义体制 走向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化 去年12月18日 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 几十年来 美国的政策建立在支持中共的崛起 积极融入战后国际秩序 并相信这将是中共迈向自由化 然而 事与愿违 中共以牺牲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代价 扩大自己的权力 1月份 川普在国情资文里说 在全世界 我们面临着流氓政权 恐怖主义集团和向中 而这样的竞争对手 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 合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分析说 今次美中贸易博弈 实质上美国是向习近平施压 要求他改变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 即是由共产党全面控制 包括国营企业等的模式 希望中国拥抱国际经济市场的规律 6月21日 在岸人民币汇率跌穿6.5心理关头 离岸价更破6.51 均创5个月最低 香港经济日报称 恰逢中美贸易战活升温 市场猜测 中共官方是否通过人民币 贬值应对贸易战 不过报道又指 21日当天 有中资银行抛售美元 为人民币止跌 但美会若持续走高 人民币仍将受压 事实上 自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 关于中共会否利用汇率手段 反击美国优先的议论不绝于耳 有观点认为 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 不仅能对冲美国 限制中国商品进口的措施 还能在全球贸易中 令中国商品竞争力大于美国货 打击美国工业 不过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 此前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人民币贬值 对出口拉动效应并不大 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 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且更容易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另有分析认为 基于经济安全考量 中共应不会轻易使用汇率做武器 把贸易战升级为货币战 此前 中共国务院参事 程松盛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曾表示 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 如果中共果真采取 以人民币贬值对抗美国关税的手段 这与自杀世人肉炸弹攻击 几乎没有分别 就算能挫伤美国 中共也会自招重伤 报道称 人民币若贬值将导致四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是资本外流 2015年 人民币贬值引发资本外流 投资者大许将资金撤出中国 以避免财产缩水 金融市场为之震撼 货币稳定有助于创造宏观经济稳定 如果没了 它可能会破坏市场稳定 会是2015年情景在线 大核资本市场香港有限公司 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赖科文表示 如果他们把人民币贬值 作为回击美国的武器 对中国自身的伤害将大于美国 其二是反给美国口实 中共若在此时故意操纵汇率 使人民币贬值 美国更可以及此加码惩罚中共 事实上 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共操纵汇率 颇有微词 其三人民币国际化前功禁费 据野村策略之称 人民币再度贬值可能会损害 北京政府开放金融市场 并推动人民币成为 国际货币的长期目标 其四是商及内需消费 人民币贬损意味中国民众 要用更高代价买进口货 这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不利 不过彭博社报道说 市场驱动的人民币贬值 也有可能会出现 彭博社跟踪的分析师平均预测 2018年年底前 人民币将小幅下跌至6.38美元 瑞惠银行驻乡党的外汇策略师张肯表示 如果有对贸易战的担忧情绪波动 中共可能允许市场驱动的人民币疲软 但是当局不太可能再设计 一轮明显的一次性贬值 美国彭博社21日引述 三名熟悉相关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在美国对中国商品政治措施 7月6日生效前 一些白宫官员正在努力重启中美对话 以避免贸易战 报道引述匿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近日已经接触了美国前政府官员和中共专家 探讨未来两周举行高层对话的可能性 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官员提出在关税生效前 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美 不过报道还称 由于川普政府内部的反对者倾向于惩罚北京 此类谈判在近期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 而川普也没有退让的迹象 6月2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对南华早报说 王岐山在更大一轮关税开征前访美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岐山一直被媒体认为是主导中美关系 充当贸易战救火队长的角色 不过 王岐山自担任国家副主席以来 从没有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露面 也没有消息正视他参与幕后决策 5月3至4日 在北京的中美第一轮贸易谈判中 港媒曾预测王岐山是谈判灵魂人物 不过 王最终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 也没有报道称他曾经和美方代表接触 中美第二轮谈判无果 而中后 王岐山的外交首秀 更是避开了美国 去了俄罗斯 更令外界感到诧异 6月初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 在北京进行时 王岐山仍没有现身 有分析指 王岐山过去主打的是人员外交 与白宫极有影响力的经济界人士熟络 加之他第八常委的身份 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认为 中共注定要在贸易战中让步 而王岐山在反腐中得罪人太多 并不想出面先熟妥协协议 背上卖国软弱的政治包袱 这是中共自己习惯性煽动民族情绪 捆绑自己造成的后果 川普接受访问时也提到 中国可能会对贸易议题有点心烦意乱 因为我们将在贸易方面下重手 未来几周你们将会看到他们了解我们的做法 川普政府预计在6月30日将继续对华贸易施压 公布新措施限制中共对美国科技行业投资 近期美国披露出的正式清单 主要是针对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对此做了表态 另外近日大陆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 中国制造2025的背后有政治权斗 此外在外企安插党支部已成为中共监控的手段 近几年当局又通过入股视频网站及网络媒体 进一步控制言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5月出席国会听证 提及中国制造2025时表示 如果北京要在未来发展领域和其他国家正当竞争 那没有问题 但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 限制市场准入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 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那就另当别论 海外华人朱山头在齐博客上发表文章称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中美贸易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七八十年代 美国是为了向苏联集团表明跟着自己走的好处 给予中国超盟国的贸易优惠待遇 而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 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促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这种贸易是带有援助性质的单向市场开放 即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 而中国可以保护某些领域不向美国开放 2025计划违反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文章说 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国家不得介入商业技术开发 否则此项技术不得商用 在军事等非商业领域无可厚非 但在商业领域 2025计划的基本战略就是国家参与 在国家补贴下 中国企业就可能占领市场实现垄断 规模效应能使之降低成本 而市场垄断能迫使竞争对手破产或卖肉 2025计划要靠买和偷来实现 中国还是老二就想搞得大家没饭吃 文章认为 2025不仅惊动了美国 那是群惊 美国当头时 波音造飞机 零件也是全球采购的 其落架舱门还是中国产的 大家都有饭吃 而如按中国制造2025计划 制造一架飞机70%以上零件必须国产 而你中国还是老二时 就想搞得大家没饭吃 以后你当老大了 我们还有活吗 所以川普讨伐中共 同盟国大有人在 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在19日美国之音一起政论节目中说 当年美苏冷战期间 两国在原子能 导弹和外太空的竞争此消彼长 消耗大量国力 人力 物力 从美国优先的立场来讲 美国现在把中国制造2025扼杀在摇篮里成本比较低 等到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了 那实在把押成本就高了 所以张立凡偏向于认为 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真的就是要扼杀中国制造2025 阻止中共崛起 至于原因 张立凡认为这不仅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关系到不同的制度和世界 地区安全与和平问题 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 从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变成向全世界输出资本 如果他在经济和军事上谋求霸权的话 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是个考验 所以美国在这个关口提前进行打压 张立凡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 可能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另外如果贸易战真打起来 张立凡认为中国没有什么胜算 他会严重打击中国制造2025 甚至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 由于对中国制造2025的打击 会危及到中共政权的税收 最终会危及中共政权自身 体制内线已经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现在民心死变 高官思乱 巴不得出点大事 把现任领导人轰下去 现在高层内部已开始有怨言 有人说政策风向可能会面临大变 因为现在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而且一旦打不赢 还得从拉动内需上解决问题 以购买美国商品 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房地产上了 这个套暂时也解不了 朝美的勾队现在看来是在朝成功的方向走 朝鲜一直希望跟美国直接对话 现在排除了中国这个中间商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了 这也是他敢于和中国叫板打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若不反思自己总体的战略走向 接下来可能还会犯一连串的颠覆性错误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共金融领域正在极力消除风险 中美贸易战又引发中国股市动荡 而据中共内部爆料称 央行日前出台文件和两会争权 即原来的三会 证监会 银监会 保监会 后两者现已合并 分析指 中共体制顾及难除 中共也无出路 与此同时 中国A股恐慌情绪爆发 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严峻 习近平面对内忧外患 前途莫测 24日 海外独立媒体新唐人 街道爆料称 有中共银保监会发展改革部人士透露 中共央行4月底起早制定 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与两会 证监会和银保监会 抢夺监管权 爆料人士提供了该指导意见的全文影印本 爆料者解释称 根据指导意见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央行牵头认定 并具体规定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标准 评估流程 而此项权力之前分散在原银监会 原保监会 以及证监会 消息指 指导意见最重要的第八条 所规定的参评机构范围 意味着央行有权将任何参评机构认定为 系统重要性机构 务卿 证监会主席是有事于 后者在2016年年初的股市动荡中 临危受命 新任央行行长易刚则背景复杂 曾长期担任原行长周小川的副手 而周小川被指帮江泽民看守前代字多年 不过 也有海外消息称 易刚升任行长是出自刘鹤的举荐 易刚4月曾出持华盛顿 邀请美方团队赴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因此也被认为是刘鹤团队成员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该指导意见中权力变更引发的不满 不论是出自于派系背景 亦或仅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权斗 都凸显了中共体制的顾及难消 他表示 中共金融领域危机重重 多家金融巨猴遭整顿 消除金融风险 已经被习近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当前 更加引发大陆金融动荡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 中共官员内部仍然无法协调 共度难关 竟然还在为自身权势和利益互相攻击内斗 足见中共体制的溃烂不堪 6月19日 大陆A股遭遇重挫 引发恐慌 当日 中共官方就股市下低功支持 并且决定是否动用保障基金的权利 在央行而非两会 爆料引述银保监会发改部人士时 双方都在指责对方 央行部分领导对银保监会 一次性使用选行业缴纳的保险基金中的52% 据支援安邦一家公司甚为不满 认为银保监会部分官员 在不惜一切代价排除其他金融监管势力 博最高当局的欢心 而在两会官员眼中 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的一堂糟 会是酿灾 战事爆雷 只会不停放水 现在竟然还将权力支手 伸向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领域 简直恬不支持 最后 该银保监会发改部人士 还透露另外一条消息 银保监会发规部人员不会划规央行 而发改部将即有可能划规央行 目前 根据北京当局的部署 各部门正在进行机构改革 其中金融机构的改革 被指示在习近平经济智囊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领导之下进行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 应该是机构改革的一部分 只是目前无法判断 指导意见的规划 到底是出自刘鹤的总体布局 还是央行及激政权 有分析人士表示 现任银保监会主席是郭署 如果指导意见得以实施 留给银保监会 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将所剩无几 权力极大缩水 因此该文件的实质并不是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而是央行直接抢夺两会的微观先管权力 进而将两会强行置于自己麾下 根据指导意见 央行不仅有权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报送数据及信息 还可以直接对金融机构开展现场检查 约谈高管 要求公司调整业务 甚至对公司进行拆分 此外 央行还有权责两会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实施特定监管措施 若两会不落实 设在央行的金融委办公室还将对两会官员进行监管问责 上述这些权力不仅极大强化了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更直接插手为官监管领域 凌驾于两会之上 消息还称 由于目前正在处置的安邦集团 明天系公司等各事项均极为敏感 央行此时成为半路杀出的成咬金 引发两会官员的极大不满 指导意见第29条和第30条 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发生重大风险时 首先应使用自由资金开展自救 仍不能化解风险的 再由行业保障基金提跌密集表态 有评论指 这种密集表态罕见 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严峻 19日 A股三大股指全面下跌 股指跌3.78% 收创2016年6月以来新低 盘中近千股跌停 陆媒报道 美中贸易战对股市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 股市承压遭到掏售 据路透社6月19日报道 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美联储加息 国内经济增长乏力 市场资金持续紧张等多重利空的重压下 19日中国A股恐慌情剧爆发 报道称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宣布 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采取对等的关税措施予以回应 川普6月18日宣布 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令中美间的贸易战升级 开源证券分析师杨海认为 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国内经济前景不乐观 导致投资者对扣市走势担忧加重 报道称 随着户指跌破3000点整数关口 市场开始出现恐慌性抛售 另外 如果市场按目前情况发展下去 股票质押融资盘将陆续清仓 或将为大盘带来新的压力 市场出现